这个周末最大的事情就是你们信信念念的中信被现场度导 这件事情呢足以让咱们整个行业有问题的券商都会瑟瑟发的 首先呢现场度导之后连钢光店上市肯定是没戏了 那中信呢估计吃罚单也是跑不了了 一年保健30家新股竟然有22家是破发的 这能说得过去吗 再一个监管层未来很可能会加强常规化的现场度导和现场检查 那上周传的最多的呢也是监管对基金公司进行跨地区的抽查 这都是监管加码的里程碑 之前我的视频说过今年IPO数量可能会缩得非常厉害 截止到现在呢只有一家IPO提交通过 70多家竟然是主动测单 这些公司为啥都这么慌忙测单呢 懂 自然对 当然证监会也给企业指出了一条出路啊 并购重组 所以今年并购重组估计会很活跃 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一块的机会 不过作为牛市的棋手 这一轮券商的行情确实是比较萎靡的 市场呢天天成交量上万亿 但券商就是不懂 主要是IPO成效不好赚钱了 那官司中印证券今年就主动测回了七单IPO项目 券商板块很好啊 这个周末呢我们还被一场来自俄罗斯的袭击事件打破了瓶颈 一百多人遇难 两周前老美也是发布了恐怖袭击的警告 太猖狂了 看后续怎么处理吧 希望下周A股呢也因此买单 最后说点正能量的 这个周末呢几大巨头像百度阿里苹果啊 都放开了免费的常文本来增强用户 国产模型KIMI的火爆 让巨头们已经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了 那KIMI这周的反问量已经超过了200万 上周还仅仅只有100万不到 这个增速啊绝对是惊人的 那搞得KIMI一度都当机了 因此巨头们呢不得不开始强跑 所以对应未来最大的两个确定性机会 一个是算力的包增 第二个呢是各种预料的需求会激增 下周这两个方向估计要继续嗨了 具体下周还有哪些机会和风险 今晚8点半来我直播间 咱们细聊 以上信息仅作为学习交流和知识分享之用 不作为投资建议 请不吝点赞订阅